大家欢迎回来市场开房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套房呢 就位于Metrotown的本趟 Metrotown Skytrain Station 南边只有半条街口 这么近的刚刚进攻 全新全新的楼盘 叫做Telford 话不多说 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如果你问大温地区的华人们 住在哪里最方便 相信两个人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告诉你 Metrotown 没错 我身后就是Metrotown Skytrain Station 可以说是Metrotown的 最最中心的地方 过了Skytrain 就是所有你能想象的店铺 吃喝玩乐的地方 样样都有 可以说这里不光是本阿比的中心 甚至可以说是 整个大温地区的一个中心 那么在这个Metrotown Skytrain Station 南边呢 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一个居民区的地方 大家看到这边的高楼 新房也是很多 那在这些高楼下面呢 也是有超级多的这种店铺 所以啊 如果我们住在Metrotown 本趟附近 你下楼就有好多的这样的店铺 然后走一条街呢 就有超多的这些购物的东西 我就问大家 住在这里是不是超级的棒 那住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有什么样的房子呢 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全新的房子哈 进来之后就让你闻到了一种 家全的味道 开玩笑了 咱们这边的建筑标准的 都是非常合乎标准的 所以说质量都还好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我们在看所有的房间之前 我首先想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多功能厅啊 可以说真的是超级的舒服 这样的两房 你可以有北边的山井 还可以有西边的海井 当趟井 公园井 尽收眼底 就是感觉这个风景啊 真的是不要太美了啊 来我们走到阳台上来一睹一下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像我一样看得很清楚啊 那边的整个的当趟你尽收眼底 西温尽收眼底 English Bay上面停了船你也能看到 放烟花的时候 你从这边大概是可以看到烟花的 烟花大概就七月份吧 喜欢的小伙伴啊 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些树呢 就是它的Santral Park Santral Park后边就有很多 这个叫什么跑道啊 然后很多活动啊 比如说我们传统破水节啊 也会在那边去进行 然后再往南边呢 就能看到一望无际南边的海了 然后Richmond等等 所以你在这边的一个视角呢 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它还可以给你很多这种城市居住的感觉 你看这些楼离你其实都蛮远的 就是让你这个空间感是很强的 然后你再往那边看呢 就是Station Square啊 麦车厂本唱啊 下边就是Skytune Station 如果你有小伙伴来这边找你玩 他们找不到路 你直接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们 往前走 对 然后这边左转 好的我这就下来 是不是超级的方便 所以不管是生活呀 还是这个购物啊 还是风景啊 我觉得这一个户型 真是把麦车上最好的这种优势 体现的淋漓尽致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整个的一个电器的使用的也是比较高档的 比如说出名的米勒的炉头啊 烤箱啊 然后这个也都是我们熟知的德国的有名的品牌 比如说他的房间墙你看用了整个一大面的这种石板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用材做工 你看很多细节体现的也很好 你看他这个水池啊 这边都是这种弧形的 所以非常方便你的清理 你看这些inter cup这些welcome package都放在这儿呢 是吧 大家整了这个房子全都送给大家哈 这边呢还有个Fergan Milano的一个冰箱 也是超大冰箱 下面呢是这种电子触控 它所有的这个温度啊 什么之类的啊 下面呢就是冷冻的 好这个呢就是整个这个客厅的一个感觉 这边呢他很贴心的 下边给我们做了这种楼空的感觉 所以这边放两把椅子 这边放两把椅子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来个四人的火锅 然后整个剩余的空间就全都是你的这个家庭厅了 你那边放个沙发 这边放个电视 哎平时电视一看 小小山景一看 小酒一喝 是不是还是挺好的 它这边的窗户呢也都是一种很大片的 基本上到了 比如说到我的这个膝盖左右 哎 所以说整个采光呢是非常好的 这边的厨房呢用的也都是倒顶的橱柜啊 所以可以更好的储物啊 这边呢就是它的主卧了 这边呢是一个呃 这边呢是给我们打好的一个柜子 这种是靠墙的比较节约 节约空间 这些地方呢你打开也可以放你自己的衣服什么的 然后这边呢是给大家留好了一个queen size的床 你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同样的是一个山景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景色哈 然后这边呢你是可以把它呃 窗帘呢拉拉上去 啊 你的窗户就更多了 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于新房来说 开发商按照政府的要求呢 是必须要在这个链子这边呢 加装这个塑料管 呃但是屋主可以自己把它拿来去 给我感觉这边的市政府特别的叫什么 就是官僚的感觉 就是开发商必须尊重市政府的要求 把它放上去 但是你买家自己可以把它卸下去 真的就是何苦呢 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呢比较简单哈 它这边呢是使用了一个standing shower在这里 呃没有浴缸 然后呢马桶呢在这里 呃好 我们去客卧看一看 客卧呢其实蛮有意思的 它呢是两房两倍嘛 775尺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两房的一个空间 再加上它一个转角呢会让它采光很好 这边呢它除了有这个储物空间以外 啊这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来哈 这边呢有个小的安全锁一拔开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床放下来 下面呢这个本来是用来当书桌的 就变成了这个一个小的支柱支架点 然后上面这两个小的角呢也是经过了比较严密的这个计算哈 你放下来的时候呢它就自动90度就可以放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平时有一个家里人呢啊啊来了之后呢想简单的睡一下呢也不至于睡床堂房床了嘛 这个呢还是比较方便你看上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spot light啊是吧 这个呢是可以说开发商的一个挺有特点的一个东西啊 你看我一个人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床架起来 这个呢就是墨飞床了哈 这个全都是包含在房价里的 然后安全锁上上之后 你这边可以放一个椅子直接在这边工作学习啊 是不是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另外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呢是洗衣房 洗衣房这个呢它也是用的electrolex 这个品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我自己家用的就是这个 洗东西呢就洗得比较干净 好基本上呢这就是房子的全部了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一集呢一定会对整个Magitown 这边的一个购物啊交通啊一个生活的节奏 以及买在32楼这样的一个楼层 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的欢迎大家私信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有点不散拜拜